来到了淮海中路 现在遇到了这个刘大康 淮海TX Aquimbo Cafe 我现在是在这个淮海TX Let's go 我的特调咖啡有哪家 那走到吧台映入眼帘的菜单就是发财咖啡 那我必须要尝试一下 喝完咖啡 另一个flag 今年一定要发财 那我不汤离冰咖 可以好嘞 然后一个发财咖啡 我好像在什么视频上看到我 是吗 是不是 没有吧 那我认错人了 有可能 不要信我 发财咖啡上面有两片发财的麻酱的白巧克力和开心果碎 这个开心果子就很想吃了 苏打美式 它这个怎么打不开 开了 酸爽解渴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吧台下边全是镂空的 如果有对咖啡吧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Q个1 我之后可以单独讲讲咖啡吧台的设计 AKIMBO CAFE 这是一家有着设计公司背景的咖啡品牌 整个店面的设计会让你觉得很到位 从上海渔原路的第一家店开业到现在 商场小型的AKIMBO LAB的新模式 悬空的不锈钢金属吧台 会让你感觉到有LAB实验室的科技感 要干什么的 挑礼物 要给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UP主 给他在这边挑一件这个礼物 主要就是选表情嘛 就是看表情喜欢什么表情 这个送美食博主送这种还是有点意思的 是吧 对 清晨 清晨 淮海TX从开业至今已经变成了上海潮人的聚集地 咖啡店 潮牌手办 餐饮店 集合了非常多当下Z世代年轻人喜欢的元素 这就是为啥我经常周末也会过来逛一逛 虽然不年轻了 但是也要假装年轻一下嘛 显示的这个 这个好 这个非常非常漂亮 花瓶特别好看 这个看起来像是一家新店啊 哇 上海的这个咖啡店开店速度真的相当快 来点有特色的 这个排骨年糕帮我来一份呗 你们这个是炸的对吧 对 甜辣酱 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里 这个可以配白日梦 走 白日梦咖啡在永家路的285号 那天呢一进门就闻到了浓郁的肉桂的香气 原来呢 店里的小哥说 他们正在熬做甜品用的这个肉桂酱 那当天去的时候呢 刚好是晚上饭点的时间 那店里小哥呢就推荐了附近的一个小吃店 我们就去点了小吃 搭配他们的咖啡一起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配置搭不搭 哇 这好漂亮啊 简直了 他这个饮料做的真的是 就是很巧妙那个肉桂的味道 那个肉桂的味道是你喝完了之后 它会回甘上来 然后他整个这种酸甜这种平衡感 拿捏的非常非常巧 炸鸡排加上海年糕啊 这个是店里边老板他亲自推荐的就是店旁边的这个小吃 咸甜味道 味道很赞 这个真的太赞 我已经喝完了 非常赞 然后所以说我又点了个 我点了大理石拿铁还有白日梦这两款饮料 那大理石拿铁上面呢竟然有一块小米花球 满满的童年回忆 上面一层奶泡经过一小会儿和咖啡混合 那那个质地就好像是大理石一样 所以说我叫大理石拿铁 然后现在云南奶泡和美式 他现在正在有一个这个沉淀融合 渗透的这种 慢慢渗透的 我再喝第二口尝试一下 我第一口喝的都是奶泡 他比较特别的 就是喜欢喝的人喜欢不喜欢喝的人就不喜欢 你第二口喝起来就是 黑咖啡的感觉嘛 这个味道的话 吃个这个啊 下面这个 还有这杯高高瘦瘦的加州阳光 感觉维C满满 如果你喜欢磐式甜点 那一定要试一试 柠檬 马斯卡彭奶酪 和罗勒慕斯 那他们的甜点啊 你吃一小口到嘴里 就是那种软软滑滑就化掉的感觉 口感非常静心 那今天这两家店呢从设计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 那商场店的Akimbo Lab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设计感十足的潮店 那白人梦给我的感觉呢就是那种有设计 但是呢你感觉不到哪里设计了的感觉 很亲切 很自然 它的外边这一面的这个 玻璃 视野非常非常好很漂亮 那你们更喜欢哪种感觉的设计 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那从菜单上来看呢 明显能感觉到国人对咖啡的品类开始慢慢的不满足于简单的黑咖啡 牛奶咖啡这些基本款 反倒慢慢延伸出来了结合不同食材的创意咖啡 来适应我们多元的饮食文化 那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希望能够点赞 我们也会坚持给大家带来更有趣的视频 那咖啡不较真 一口就入魂 我们下期见 Cheers Cheers Cheers